大家都注意到 台湾方面呢 主要是马英九 他这个基金会 这个宣布 马英九先生将在3月27号到4月7号 到咱们大陆来 三大目的 记住 因为他是湖南人 记住 然后参访 因为这个国民党是 他是国民党前主席 然后呢 现在也是国民党党员 那么国民党发源地 是在咱们大陆 这个那么 然后国民党的国父 孙中山先生的陵墓 也在咱们南京的中山陵 另外就是抗战期间 国民党的首都在重庆 对吧 然后民国 中华民国建立的起点 不是武昌首亿 武昌有个首亿路 武昌起义 建立了民国 所以这些东西 对国民党来讲都挺重要的 武昌首亿 南京建都 中山林先生在那 然后重庆是抗战陪都 所以呢 除了本人 他要参访 然后作为国民党党员 国民党前主席 他要参访的地方 也挺正常 另外就是第三个目的是交流的吧 特别是青年交流 要跟复旦的学生座谈 跟武昌的学生座谈 等等等等 这个我想这三个目的都是真实的 肯定都是真实的 这没问题 这个 那么至于说 为什么没有 包括北京呢 我想那个 他现在已经退下来了 对吧 这个他应该不能代表什么了 现在执政的是民进 不认他的权位 现在这个国民党的主席 他也不是了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 所谓这个 就授权了 所以 坦率讲 到北京呢 我觉得确实不太合适 你说他到北京干什么呢 对不对 这个所以 我觉得不到北京来 应该是正常吧 非常正常的安排 去的都是南方 跟他个人 跟这个国民党 有联系的 这种地方 所以那个 他的安排主要在南方 这个时间不短 那个 但主要在南方 没有到北京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安排 而且他讲的那三大目的吧 这个技术 参访 交流 也都是对的 当然 这个很多朋友都 觉得这 光是这个好像不够啊 这个 那我想呢 这一次他来吧 当然还是想跟大陆方面的 这个领导层 有所沟通了 当然有 有这种想法啊 因为大家也知道 现在这个谈问题很突出 是吧 谈问题突出到 主要不是大陆的原因 对不对 大陆 还是非常冷静的啊 是不是 我在别的地方也讲过 刚刚 习主席 在去年那个二十大报告的时候 不是强调过吗 我们中国大陆啊 是以最大的诚意 是吧 最大的努力啊 追求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他现在 我们得承认 台湾情势 现在很严峻啊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美国人在那里倒了 是吧 是不是反复讲 台湾问题本质上啊 法理上啊 是我们的内政 那因为历史的原因 美国早就仓户进来了 所以它是个三方游戏 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 和美国啊 那么现在是三方里面呢 我们是很冷静的 虽然我们力量越来越强 主导力越来越强 但我们很冷静 这个反复的强调 我们最大努力啊 最大耐心 是吧 争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可架不住 美国 还有台独当局 老在那倒呢 所以 我们不得不承认 现在台海局是挺紧张的 对吧 那么 我想马先生这次来呢 这个 客观上啊 也可能主观上 也有这种想法 但客观上 是是 还是有助于 就是两岸的高层沟通 有助于两岸高层沟通 对 那么 因为我看那个外媒的 报道吧 这个 还有就是我们港台媒体的报道 两种啊 纯粹的外媒 还有港台媒体报道 都有一种说法 就是 他还是有机会能见到 这个 咱们 这个 中央的高层的 有机会 那这个就有 就有重要的目的了 是吧 他来沟通 来控制这个 这个这个局势 当然最后 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不知道 是吧 因为这都是外媒报道 说是这个 咱们那个台办主任宋涛在南京会见他 说更重要的是 这个咱们中共中央常委啊 国家 这个政协 主席啊 王武林先生会在上海见他 是吧 那如果这些成为现实呢 他可能真正的目的是这个 对不对 那个所以 两边说吧 他公开讲的啊 记住 参访 交流 都是对的 肯定是 都有的 但是 如果就是外媒啊 还有港台媒体的报道 最后成为现实了 对吧 咱们台办主任呢 更重要的是国家的那个政协主席啊 见了他 那就是最高级的目的 对吧 就是高层沟通啊 对两岸的紧张局势啊 进行某种的这个掌控嘛 这个 这个 但今天我们只是猜测 对吧 我们得等到这个 活动结束啊 如果出现了外媒这些报道 港台媒体的报道 那么真实的目的 就是我们讲的最后那个目的 我知道这个 马先生 要来大陆记住的消息 传出来以后呢 一个是舆论重视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判断挺不一样的 这个有人就非常简单 这好事儿 是吧 这个有助于 这个让那个台湾内部的统派力量啊 上升 是吧 统派力量上升 有助于两岸和平 是吧 这是欢迎的 但也有一派很怀疑的 说马英九 好像执政了八年 这台独势力更强大了 是不是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很坚定的统派 有人把他叫独台 蔡英文是台独 他是独台 隐性台独 那个所以呢 我看大陆的舆论场 我看了就是这种民间舆论场啊 因为我们 这个这个今天 大家必须承认大陆的舆论场是非常那个复杂的啊 那么大陆的民间舆论场挺反应挺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的共性就是大家重视 但是有些人就是真欢迎 就对马先生评价很高 然后那个觉得马先生代表统派力量 然后呢 我们欢迎他来 当然就有助于岛内统派力量上升啦 统派力量上升不就有助于两个和平吗 所以这是一派啊欢迎 这个然后我看官方那个国家办也是表示欢迎吧 对吧 这个中央台办啊也表示欢迎 但是确实在自媒体上也有另外一派有深刻的怀疑 这个说这是不是美国的局啊 通过这个这个马先生登陆啊到大陆来 稳定大陆情绪啊 然后掩护这个蔡英文串访美国啊 当然也有也是怀疑 那个所以 但我觉得我不太懂里面的那个 是不是有这种 就是做这个判断的人是不是有证据啊 因为那种判断人就把美国形容的很强大 这都是美国安排的 现在我反正 就是我手上是没有证据的 我只能这么说啊 就是无论美国打什么牌 无论台中当局打什么牌 这个我想大陆方面来 这个应该讲还是从大局出发 是两手准备的 就是说但凡有利于两岸融合 两岸和平的事情 大陆都会做 就我不管你那边是动机如何 只要这个事客观上 对这个两岸关系好 我就做 所以你看国台办就 就就就就就宣 就欢迎吧 是吧我相信呢相关的那个 这个这个 马先生要参访的那个城市 都会给予配合是吧 给予这个积极的支持啊 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个方面我想大陆也是有原则的 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就是 马先生来了 然后川英文那个川防美国就不管了 不可能的对吧 用马先生登陆 然后去绑架我们的政策 然后我们不对那个 川英文这个办法美国做反应 不可能 我觉得说二的 这个分得很清楚的 有助于和平的事 有助于两岸交流的事 我们就做 但是你要是 冲击一个中国原则 是吧 你要是违反那个 这个这个国家统一的事 那我们会坚决反对 所以对这个事 这个 不管那个 美国和 海外当局怎么想 这个 大陆的总是有一定 的